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季节赛继续进行,蓝王主场迎战热火,两边都有人人缺阵 拨文不打,那时又摆出一套离谱的首发阵容 纵观全场比赛,蓝王和对手热火不是一个级别 他们也仅仅坚持了一届时间 从第二届开始,比赛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 最终蓝王主场80比109惨难热火,遭遇季前赛两连败 而西蒙斯作为蓝王教练组和管理层寄予厚望的对象 他的表现让人失望,蓝王用哈登换来的最大筹码 完全没有底线应有价值 而作为蓝王主帅的那时,将一手牌打得吸烂 当镜头切到杜兰特这里时,明显感觉他有些沮丧 从西蒙斯说起,西蒙斯今天出战25分钟 三中二,拿到4分10篮板司主攻 还有6次失误,减少出手,只就稳劲的球 是不是就可以提升命中率 事实证明西蒙斯就是这么干的 看看西蒙斯今天都做了什么 开场西蒙斯抢断巴特勒的传球后 反击一条龙暴扣 但此后西蒙斯在进攻段,就是在不断失误 给克拉克斯顿的高调球 被对手轻松截断反击 给萨姆娜的传球 又被热火球员抢断反击 和奥尼尔掩护配合 传球直接出戒 因为被报夹 盲目传球又被越维棋抢断 前脚发球直接失误 热火后场罚球 西蒙斯直接撞倒洛瑞 直到第三截 西蒙斯终于命中自己第二个运动战进球 接到爱德华兹的传球后 在面前没有防守人的情况下 西蒙斯在调整了一下后 跳投打击 前三截下来 西蒙斯的出手术 是球队倒数第二滴的 仅次于克拉克斯顿 这和那时对于西蒙斯的定位完全不一样 比赛中多兰特也曾接管球队组织串联工作 西蒙斯完全有在来下得分的冲击力和机会 毕竟大部分时间里 杜兰特之球 基本上能吸引热火两名球员注意力 但是西蒙斯压根就不往篮下去 他飘在外线 也没有投射能力 那他在场时的价值如何体现 还有一点让人不解 西蒙斯控球过半场后 往往选择听球找人 这并不是西蒙斯的过错 看看身边的队友 爱德华兹 克拉克斯顿 奥尼尔 除了能传给杜兰特 还能传给谁 恰恰是西蒙斯的一些传球 队友很难和他保持同一节奏 要么西蒙斯提前量太大 要么队友没有领会意图 选个篮王 除了杜兰特的单打之外 基本上没有太多能让人意想深刻的画面 而杜兰特今天打了25分钟 12中8拿到22分 手感很稳定 但是他每一次得分 都在和对方肉搏 没有人能帮助他分担压力 其实篮王的纸面实力真的不差 今年夏天虽然杜兰特一直闹离队 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篮王 而篮王管理层也换来奥尼尔 去约克拉克斯顿和米尔斯 签下大莫里斯 沃伦等人 加上付出的乔哈 还有原本的小库里 在杜兰特和欧文身边的牌并不差 可是那时在这两场季前赛中 完全是在乱打 乔哈需要休息 杜兰特就不需要吗 给一年都没打比赛的西蒙斯定位空位角色 承担球队组织工作 可是球队摸气度呢 西蒙斯他的个人强攻价值如何体现 包括对于一些老将的使用策略 米尔斯也好 达莫里斯也罢 那时的策略是 选择谁 就一直用到底 全然不顾临场状态 这么实验下去 新赛季又要白费了 杜兰特确实该离开 篮王现在的处境 其实西蒙斯和球队缺乏默契只是一方面 那时的基本盘就是一个人打四个人看 或者两个人进行挡拆 三个人看 在这套体系中 没有人空气 缺乏无球跑动 更没有无球掩护可言 那时之前说自己准备了很多战术 但是到了场上 只有杜兰特单打有效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而在防守端 虽然有西蒙斯 奥尼尔这样防守不错的球员 克拉克斯顿也能从一防到五 但篮王明显欠局对抗 且替补没有任何防守可言 包括西蒙斯在内 都被洛瑞和斯特鲁斯一步过 篮王还谈什么去竞争总冠局 那时还能在篮王主教练岗位上坚持多久 然后第二条消息 2022-23赛季 农妹的身体问题 似乎比以往来的都要早些 昨天 无人VS太阳 赛前预计将会出战的农妹 一下背部紧张 临时宣布缺席 今天 无人VS森林郎 戴维斯再度缺席比赛 说实话 对于大多数球星来说 季前才不算重要 打不打也证明不了什么 但对于戴维斯来说 却意味着很多 今年休赛期 农妹呵护人用各种渠道 各种方法 试图告诉球迷们 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譬如戴维斯本人的采访 他这么说 休赛期我都在专注于恢复 保养身体 甚至没有空陪伴棋子 他这么说 前两个月 我甚至没有怎么练球 我把全部精力勇于恢复 取得了喜人的结果 他甚至还这么说 您说了吧 我对下个赛季 只有一个展望 那就是为球队出展82场 譬如农妹友人的采访 现在是戴维斯身体状态最好的阶段 我从未见过这么健康的他 譬如詹姆斯的采访 过去两年我们饱受伤病 现在我们终于拥有健康的他 我已经迫不及待见到他加入MVP的讨论当中了 戴维斯和他的小伙伴们 为湖人球迷描绘了一卷红卫蓝图 而第一步 就从季前赛首战开始 湖人主帅哈姆说 詹姆斯 农妹 威少状态都很棒 他们会参与季节赛的 戴维斯本人说 我们已经在磨合当中 我百分百确认自己可以打 在农妹屡次发声证明自己身体健康 保证自己百分百能登场的情况下 再度缺席了比赛 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做个联想 这场所谓的下背部紧张时突发状况 包括农妹自己也没想到 居然这就受伤了 对此 球队给出的说法是 一切以浓眉的身体健康为主 不希望他为了一场季前赛成英雄 听到这话 估计很多湖人球迷第一反应就俩子 有啊 众所周知 季前赛对局基本没什么强度 无非是上场熟悉下比赛节奏 练练球 甚至连强对抗都谈不上 就这 居然引发了背部紧张 以至于无法上场 很多球迷可能乍一听背部紧张 不是什么大病 实际上病起来饮要命 蓝王那位西地 上赛季正是因为背部紧张问题 缺席了整个季后赛 这么一盘算 浓眉和西地还挺像的 修赛期练枪为主 练球为服 考研壮志说了一对 常规赛一回归 西地还是熟悉的西地 浓眉还是熟悉的浓眉 对此 有球迷是这么解释的 修赛期练了仨月的枪 能不紧张吗 当然 更希望浓眉是为了常规赛的健康 战略性放弃季前赛 哪怕今年胡人夺冠的希望非常渺茫 但咱们总是要保留幻想的 毕竟 指望龙眉健康是今年唯一的解法了 最后勇士这边 勇士内红后续 对那两位大佬默许交易追梦 一划二方案初步成形 消息源来自NBA记者文森特 关于勇士内红的后续进展 举知情人士透露 相较于从中调解追破二人之间的关系 勇士更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通过交易的方式送走追梦 而勇士这么做的理由有很多 首先早在四星勇士 也就是杜兰特效力的那段时间 追梦就被视作更衣式炸弹 正是因为追梦的存在 导致勇士在2019年夏天 杜兰特争夺战中未能笑到最后 而杜兰特的离开 让追梦在勇士的队内口碑直线下降 再加上最近两个赛季 追梦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活跃 职业态度饱受诟病 今年总决赛期间 追梦甚至都不忘更新自己的节目 勇士怨念积少成多 种种迹象表明 管理层目前对追梦非常有意见 然后是需求问题 薪资分布情况显示 勇士明年休赛期将面临巨大压力 如果打算保住2022年夺冠班底 那么勇士需要为维基斯和普尔 开出具有竞争力的大合同 而受限于工资贸的关系 勇士只能在维基斯 普尔和追梦之间做出抉择 因此与其明年休赛期纠结 不如提前做个了断 恰封这个时间节点 追梦给更衣食氛围带来了紧张感 于是勇士产生了交易的想法 需要说明的是 库里和伊格达拉已经默许交易追梦 这两位勇士队内的大佬基 求愿不愿干涉管理层 据了解 伊格达拉在勇士队内拥有 仅次于库里的话语权 倘若联合向管理层施压 说不定勇士就会打消交易追梦的念头 然而他们俩并没有这么做 这里多说一句 库里正处于职业生涯关键时期 再多一贯就有机会几记 NBA一时前五球星 对于库里而言 内侯如果处理不当 必定会影响勇士新赛季的未免计划 库里内心真实想法多半是 一切需要为总冠军让路 最后聊一聊追梦的可能去向 活赛毫无疑问时惹门下家 在此前的采访中 追梦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 有兴趣为家乡球队打球 至于交易筹码 在相关报道中得知 勇士和活赛认真讨论了合作的可能性 一比一换二方案已经初步成型 只需要提供追梦 勇士就有机会从活赛手中 得到巴格丽加波克斯 场上四只前锋的巴格丽 不用过多介绍 2018年的榜眼秀 虽然现在比不上追梦 但是具有一定的培养价值 31岁的波克斯 曾经在2019到20赛季代表勇士 打过48场常规赛 在场均不到30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可以贡献16.1分加4.7 篮板加3.1助攻 三分球命重率37.5% 除了球场上的高效表现以外 波克斯还深得勇士主教练科尔喜欢 要不是管理层战略性放弃 2019到20赛季 中途放走了波克斯 说不定这名球风飘逸的后卫目前 仍然在科尔麾下打球 大家觉得勇士和活赛有机会围绕追梦达成交易吗